嗨 大家好 今天要跟你们来看我的文心蓝 其中的一株又开发了 今天我还会跟你们分享 我是如何跟我的文心蓝下肥料的 用哪一个牌子的肥料我也会跟你们分享 还有我是会收剪的 我是如何收剪我的文心蓝 等一下我会一一的跟你们分享 在讲解写问题之前 先来跟你们看看我面前解一株文心蓝 它是种在水苔里面的 解写文心蓝我已经栽种了两年 今年它只有两根发梗 去年它有四个发梗 去年开发的时候很美 但那段时候我的YouTube视频还没有开 所以没有做视频 跟你们分享 先来看看它的发 你看 是几色的 很美很美的一株文心蓝 它还有香味的 但它的香味呢 我现在还找不到什么东西来引用它 你看是不是很美啊 它的颜色是不是很美啊 还有它在它小女孩的 我说这一个是围巾 这一条围巾呢 是黄色的 它的颜色配得很美啊 它在中心里面这一条围巾呢 是黄色的 在去年呢 它开了有四根发梗的时候呢 花开得满满 很好看啊 那今年也不错啊 你看 它的发布是很大 嗯 大概是这样吧 它的发呢 开得不大 很美啊 在蓝花里呢 是紫色的 哎 花呢 我也是特别的喜欢的 还有呢 这一些 我之前的video 都已经有介绍过它了 它现在也开得很好看啊 还有呢 这一株是种在桃林里面的 它的发是鲜红色 这一个品种呢 就比较普通 但是呢 因为它的颜色 是鲜红色 它的叶片是六色 所以它颜色配得 真的很好看啊 我今年呢 对这些文心男呢 特别的喜爱 感觉它们开得很美啊 我想来想去啊 为什么我去来 没感觉它们怎么美的 你看 是不是很好看啊 本来我已经 没有打算再 买多文心男了 因为它坚硬的空间很大 但今年看完它们开发以后呢 我想我还会买的 如果我碰见有好的品种 每一株都开得很美啊 把我这里都 增添了很多很多的美感 很美 这里还有一株呢 也准备要开发了 现在还有两株呢 也正在抽发的 这些都是种在桃栗里面的 好 现在给你们来看看 我是用哪一种肥料的 我是用这一个 完解肥 它大概呢 你放四到五粒 争取一两个月 大概一两个月 我就放四到五粒 它是平均符合肥 它是平均符合肥 这个牌子的肥料呢 我已经有用大概有八个月了 我感觉它挺好的 所以我今天介绍给你们 一般呢 如果我用过的肥料呢 没有用超过半年呢 我不会介绍给你们的 我肯定要用一段时间呢 我感觉那个肥料真的好了 我才会介绍给你们的 所以很多的留言都问我 到底我是用什么牌子的肥料 我用牌子呢 我用什么牌子的肥料呢 我没有去挑选它是不是 南发专用肥 我挑选的都是它的 当年结的比例 我是这样挑肥料的 它是南发专用肥 我就用它 我不是的 我是用它的当年结 这一个是平均符合肥 我感觉 嗯 中节纹纹纹是挺好的 我一般呢 都是大概四到五粒 就是这么多吧 然后呢 就倒到它的 水位 就这样 然后呢 就摆下去 我就是这样了 大概 一到两个月吧 它就是完全的 溶解的了 所以呢 我一两个月呢 就会下四到五粒 还有呢 我是会缩 纹纹纹纹的叶片的 我是如何收剪的呢 我是如何收剪的呢 一般呢 它是 哪些囚症是旧的话 它的叶片呢 我会把它剪掉三分之一 好像解一株 解一株在夏天的时候呢 有病毒啊 感染了红猪猪 所以它的叶片现在还是很难看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 好像解些叶片 怎么难看的 你可以收剪 剪掉 那好像解一些啦 你也可以剪掉 你请问怎么剪也可以啊 如果你可以这样剪 但是你剪的时候呢 你又肯定你的 剪到要锋利 只要剪到锋利呢 它的叶片呢 就干得很快 我收剪文心蓝的叶片呢 是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 如果你不收剪 它的叶片呢 会长得乱七八糟 兼用的空间呢 很多 第二个原因呢 如果你把它旧有的叶片 你先收剪呢 有一些不健康的 你收剪一下啦 它就不会消耗太多的肥料 肥料就可以保留在 生的叶片里面呢 帮助那些生的叶片呢 会长得更好 球菌也会长得更加的好 所以呢 旧有的叶片呢 你把它剪一些啦 对于它新长出来的 球菌跟叶片呢 是有帮助的 第三个原因呢 很简单啦 我自己个人因为呢 收剪完以后的 文心蓝呢 看上去呢 会更加的好看 比如这一株 我是收剪过的 现在给你们看看 你看这一株 它的叶片呢 旧的叶片呢 都给我收剪过 如果不是的话 它的叶片的尾端呢 长得很难看啊 收剪一下啦 它紧着看上去呢 又美观 兼用的空间呢 又不多 这几个呢 就是我收剪文心蓝的原因 我现在再想把这一株 收剪一下 这一株呢 我也有收剪过 但是现在我还是想把它 旧的叶片呢 再收剪一下 你看这些 你可以再收剪一下 这些 你看 这些也不好看的嘛 你可以收剪啊 新长出来的 你就不好收剪哦 你看这些旧的 收剪以后呢 是不是看上去 监用的空间就会 港小 看上去也 比较好看 是吗 剪一株呢 也可以再 帮它收剪 多一些 好像剪一个叶片 你看 如果你不收剪 它监用的空间不行很多 把它收剪一下 收剪完以后呢 你可以看见它新长出来的球菌呢 会长得大一点 还有新长出来的叶片呢 也会长得好看一点的 好像剪一片 剪一片叶片也不好看啊 长出来了吗 收剪一下 你喜欢剪它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可以这样剪的也可以啊 剪完以后呢 它看上去 好看很多的 有朋友留言给我呢 说它养纹兴兰 一直都养得不好 但对于我来讲 纹兴兰呢 是最好养的一种养花 它似乎不需要怎么的管理 它要求的光照呢 我自己感觉呢 就是低于卡塔兰 高于胡提兰就可以了 我这里的光照呢 一般都有 大概六个小时 在冬天五到六个小时 明亮的光照 也没有太阳的指照啊 它们也做得很好啊 只要明亮的光照 摆在枪台旁边就可以了 我感觉纹兴兰还是很好养的 很美的 这里呢还有一些 其他的兰花在开发 看得很美啊它们都 姐猪可以跟你们来看一看 姐猪我私有做过丝瓶的 买它回来的时候 买它回来的时候呢 买它回来的时候呢 它的根呢都已经满很多了 剩下 几条不健康的 我就把它水瓶 有一段时间吧很长啊 我相信 现在是全水瓶的 把它拿过来 姐猪买它回来的时候呢 它的根呢都已经满掉 我有做过丝瓶的 它现在是全水瓶的 很久没有温过水了 你看它的瓶子很脏啊 但是它的水呢 还是很轻 只要它的水轻啊 水瓶难发呢 是可以不温水的 有些人因为呢 水瓶难发工作量很大 因为要写瓶子 要温水 对于我来讲呢 我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我感觉我自己真的受不了了 它的瓶子真的很脏啊 我才去清写的 一般呢我是不理它的 只要它的水就是清了 是不需要理的 它现在呢也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它现在长了 这里有一条生的根 这里也有一条生的根 今天要来剪一些呢 都是它买回来的时候 它就有的根 拌掉以后 我剪完以后 把它放到水皮 就没有再拌根了 好啦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你们的收看 MD 2013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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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